小时候妈妈总说冬至喝了羊肉汤 整个冬天都不得冷 慢慢就养成了习衣柜 虽然养羊很快 但没到冬至就想着要吃它的肉和它的糖 去年煮了我喜欢的羊肉汤 这次就来一个远之远味的手抓羊排 因脚炎都是自己炒吃的 大家都来试一下吧 我是阿渡 一个自己煮饭的吃火 来回一大块羊排 羊排一定要冷水下锅 加料就焯碎 水开后冲碎 将羊排洗干净倒入 羊排放入炖锅 加花椒 大葱 老姜 记住一定不要放盐 水开转小火 焖煮两个小时 这个时间我们来炒至嚼眼 准备好消灰香 八九 干辣椒 汁 滑椒 一起下锅炒 具体比例再偏微油 辣椒的比例就是根据你的手辣程度来扒控 喜欢吃辣就多烦 怕辣就少烦 你可以不烦 大概炒五分钟 加入喜马拉雅眼和辈芝麻 家里没有喜马拉雅眼的 就用葡萄眼 炒两分钟左右就起锅 行 就是这个粉 做好了 然后相近的天白发 打碎这些大料 没有机器 就用干面杖 一定能行的 我试过 就是收一点口 就这样我们的脚眼就直做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灯带式镜 我们达成独立休闲娱乐 来一会儿 一一条 四味 六味 valuable 有6也这种investig 时间差不多了 满屋充满了羊肉的香味 经过两个小时的小火焖煮 羊排已经很软了 调出羊排 剩下一锅赖白色的原汁原味的羊骨汤 这个时候才在汤里调入盐和适量的胡椒粉 弯里配上一点香菜 再来上一大勺浓汤 不加人祸香料哦 只品比了养了三味 这些菜是嘴苑式的味道 可以想象一下大超远的干酒 撕下一针块的羊排 结上蜜子的脚液一扣下去完全停不下来 和上一口远汤 汤浓而不离 这就是整个乱冬的开饰 我是阿渡一个自己煮饭的吃货 诶不放其他的要吗 原来等一样的都要放其他的 不放了 原来自原味的那种手转羊肉 只需要取腥味和肥味就可以了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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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